今天被打壓郭媛媛等人指控性騷擾 秀也立馬發文澄清 老婆范為奇也力挺老公 不過工作也因此受影響 原本范范預計在9月舉辦的演唱會 在7日宣告取消 而且剛好在范范宣布停辦演唱會的這一天 也是郭媛媛在事件爆發後 首度於網上發文更新近況 她透露公開黑人性騷擾事件後 可以讓自己離開社群一段時間 按照原本的步調過日常 她照常去運動、去咖啡廳、去畫圖、去趕捷運 她努力轉動著自己希望讓日子跟其他天一樣穩定 這感覺讓她覺得非常踏實 也沒有什麼改變 但唯一不同的是 她覺得自己收穫了非常多的愛 感激的謝謝大家 也希望大家繼續好好照顧自己 可以在選擇 한다 臭小材 我 就試騙 做這 我